為了打炒房 央行六月公布 第五波現代令 明定六度即新竹買第二間房 現代七成 引起想買屋換屋的民眾不滿 央行專心開會討論 提出補救辦法 憲法規定只要屋主 簽下一年內賣掉舊屋的切結書 或是償還第一間房屋的 全部貸款就可以不必受限於 貸款七成禁令 等於說就是我一年內 要處理掉我原本舊的房子 真的是換屋主的話 那當然相對來說就會有困擾 會罵政府就是說 為什麼我第二間房子能帶七成 逼著我在一年內賣掉 我有可能不是在我行情價賣掉 那我就不要簽這切結書 因為許多換屋族 是先買新屋辦好房貸 再把舊屋賣掉並線 繳新屋貸款 有房中業者就表示 強迫簽切結書取的更多貸款陳述 恐怕造成賣不掉舊屋壓力大 另外有時買第二間房屋 是幫助家人成家就業 而非炒房應該再通融 一年之後賣不到他要的價格 還要吐回這一成的自費款 而且還要罰利息 有一點話舌天竹 不如一開始就不簽 先行規定 如果一年內沒有賣掉老房 除了必須補回一成自費款 還得罰款利息 就怕民眾談不到好價錢 也得隨意賣房 據叫余生行 陳连安台北採訪報導